林氏笑了笑 说道 傻孩子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这些年我当这个家 有多么不容易 你也是看在眼里的 他顿了顿 感慨道 唉 人都说 后娘难做 绝儿一直误会我 倒也没什么 你总是要信我才是啊 我是一心一意 为着你们姐弟着想啊 是绝不会害你们的 就是信了你 才会让绝儿危在旦夕 才会让自己身陷绝境 欧阳暖静静看着林氏道 娘的再生之恩 暖儿莫尺难忘 他说到莫尺难忘四个字时 笑容十分甜蜜 却带着一股迟冷的意味 听着林氏背后 莫名起了一层鸡皮 只觉这话听起来十分恐怖 仿佛在许下某种誓言一般 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关于早点为自己筹谋的话题 林氏三番几次再提 欧阳暖又几次三番岔开了话题 不知不觉便走到了花园 一个小丫头突然从旁边跑过来 好像慌慌张张的 一不小心撞到红玉身上 林氏呵斥一声 站住 疯疯癫癫的 像什么样子 小丫头一下子跪倒 十分紧张的模样 低头道 夫人 奴婢是前厅伺候的 大少爷不小心喝多了 说头很疼 奴婢要去寻大小姐呢 欧阳暖心中微微一动 绝儿只是个孩子 平日里从不饮酒 今天却不同 作为主人肯定是要喝一些的 之前他已经嘱咐过他尽量少喝 怎么还是喝多了 就听到林氏笑道 好在你碰到了我们 若是直接让你就这么冲进去 不小心冲撞了老太君或其他贵客怎么办 罢了罢了 暖儿 你就随他去看看绝儿吧 欧阳暖颇有深意地看了小丫头一眼 故意迟疑的 那娘呢 宝妈妈和其他丫头都不在身边 总不好叫你一个人回去啊 林氏嘴角勾勒出一丝弧度 正似不经意地道 那就让红玉扶我回去吧 原来在这儿等着呢 先是调走了文秀 接着是红玉 林氏到底想做什么 一个偶然接着一个偶然 变成了一个必然 难不成还想让张文定一事再度重演 欧阳暖仔细审视林氏 却看到他一脸平静 半点蹲你也看不出 不由露出一个真诚的笑容道 仰真是体恤 既然如此 女儿就先去看看绝儿 红玉 你好好照顾夫人 务必将她送回福瑞院 红玉应声 抬起头时 眼底却有一丝担忧 欧阳暖朝他点了点头 示意他不必担心 看着林氏依着红玉走了 欧阳暖才回过头 盯着这个报信的小丫头的 大少爷在席间都给谁敬酒了 到底喝了几杯 现在何处 身边有什么人服侍 见罪了 又是谁让你来请我的 你竟然在前厅伺候 是谁准你跑到后院来找人的 一连串问题问出来 那丫头额头不由得出了冷汗 低下头回答道 详细的情形 奴婢也不清楚 是 是大少爷身边的人 让奴婢来传信给大小姐的 传信 欧阳暖身边的人 他早已一一调查过 留下的都是些机灵可靠 身家清白的人伺候 便是他真的喝醉酒了 他们也该知道怎么处理 怎么会跑到内宅 来找自己这个大小姐 难不成还要他去给爵儿醒酒吗 更何况 他们自己为什么不来请 非要请这样一个 在前厅伺候的衍生丫头来 这样的理由用得真是可笑 但若患了以前的欧阳暖 则一定会相信 林氏不过是吃定了 自己将爵儿看得比天还重要 堵在关心择乱四个字罢了 只不过 如今这场戏 谁是蝉 谁是螳螂 谁又是黄雀 还两说着 欧阳暖心底冷笑 既如此 你就带路吧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话语中却带了三分冷意 那丫头只觉得 被大小姐眼光这么盯着 不由自主背脊就矮了几分 低声应试 一路走过去 终于到了花园西边角落 较为偏僻的小院落 小丫头脸上陪笑道 大小姐 大少爷就在里面 您进去吧 欧阳暖却笑着望她 好像在带她走后 自己在进屋 小丫头脸上带着笑 眼中却闪过一丝焦急 大小姐 大少爷还在等着您呢 欧阳暖笑容温和地说 雪儿身边必不确认照顾的 你多大了 叫什么名字 怎么以前没见过你 小丫头脸上有些紧张 奴婢叫银杏 是前不久刚刚进府的 奴婢是认得大小姐的 或许是您贵人士吗 不记得奴婢了 欧阳暖笑容灿烂地说 我倒不知道 这府里还有你这样 机灵的丫头 说着 脸上露出几分怅然 唉 看样子 真是见了好些新人 听说府里前些日子 放出去不少妈妈 祖母说要整顿院子 好多老人都出去了 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呀 还记得小时候 照顾我们姐弟的江妈妈 当初多么爽利的一个人 可没几年 身子骨就不好了 这一次我还特地求祖母 将她留下来养老 可她偏说 人老了 想回到故土去 我这心里真是舍不得 小时候爵儿总是哭闹 就连乳娘都嫌她吵闹 只有江妈妈不觉得 她最会逗我们开心了 还会扎纸蜻蜓 看着架势 竟是要长篇大论一番 银杏看她一直站在门前 不肯进去 额头上冷汗越来越多 几乎有点招架不住 这位大小姐 年纪轻轻 却并不是软柿子 夫人让自己引她来这里 她还以为是个轻松的好差事 谁知道竟然这么难完成 完成了又不知道 会招来什么祸事 只是到现在 已经没有她后退的余地 索性把心一横倒 大小姐 您快进去吧 大少爷真的该等急了 等欧阳暖一进去 她就将锁锁上 照着夫人的吩咐 将大小姐和那人 一起关在里面 欧阳暖看了她一眼 似笑非笑道 殷杏 我说了这么多话 口渴了 你去替我倒杯茶来 什么 银杏一愣 倒茶 欧阳暖的笑容冷淡下来 怎么 我连一个小丫头都指使不动吗 还是你眼里只有夫人 没有我这个大小姐 银杏心中一颤 到底胆子不够大 说话声音都在颤抖 道 大小姐 奴婢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 不必麻烦了 坚决在这院子里 自然是备好茶水的 不然怎么醒酒 欧阳暖冷笑一声道 还是说 你从头到尾都是在骗我 绝儿根本不在里面 不敢 奴婢绝对不敢欺骗大小姐 大少爷 大少爷就在里面 只是这院子里向来没有主子住 大少爷就让身边的小私去别处举行酒汤了 所以外面才没有人伺候 恐怕这院子里连炉子都是冷的 一时照顾不到大小姐 不是没有水 只是水已经用来为苏玉楼清理绣袍了 再进院里去烧水 岂不全穿帮了 银杏暗中着急 既然这里面没有 你就去别处倒茶吧 欧阳暖冷冷说道 银杏眼珠子不停地转 亲念急转 说道 要不然大小姐先进去 奴婢立刻去倒茶来 这时候 欧阳暖已经看到不远处蜡梅树后 露出一角月白色挑衅裙子 不由心中冷笑 脸上却淡淡的 什么时候轮到你告诉我该怎么做了 还不快滚 银杏不由自主捏紧了自己的袖子 心道 去倒个茶也不过片刻功夫就回来了 便赶紧道 是 大小姐稍后 那边马上就回来 说完 他飞快地跑走了 欧阳暖见他跑远了 冷冷看了眼蜡梅树的方向 就听到有人在后面道 这人都到哪里去了 到底什么事 接着 一个轻求缓带的少年公子走了出来 正是苏玉楼 好吗 感谢观看